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老大 老大什么样 一直品质坚定 轻伤不下火线 所有人都可以垂头丧气 唯独老大不可以垂头丧气 我举个例子 曹操 下江南赤壁大战的时候 是 他很骄傲 横烁富士是将军虎狼 临江历久是朝廷栋梁 休闻艳舞乃朝廷纪纲 确实在那月明星习 无权难飞 他很得意 结果中了旁统连环纪 坎泽下炸香书 还盖炸香 最后火烧是必他败 可是败是败 你看曹操身上的特点 所有人在困境的时候 无不垂头丧气 你说83万兵丁 50亿元上将 叫孙六联军加一块 10万不到8万人 就给打成这个德行 他那些所有的将领和谋士 都垂头丧气 唯独曹操 甭管是过这坎那坎 哈哈大笑 我笑周与小二不实用兵 诸葛村府凶无套略 若在此处浮游一兵 我则化为基本意 他乐 结果一乐就把人招出来了 就这样一直到皇上道 他都气势上没下去 见关羽真活不了了 随头丧气求情过去了 过之后这一道 他也没表示 反而回到许昌 局势都稳定了 曹操痛哭流涕 韩诺说 丞相 你那个形势那么险恶 你都乐 你怎么回家 你重新又威风起来 你怎么还哭呢 曹操说 我若是有郭家在 我郭碰孝在 我何至于输这程度 他说要是郭家还活着 不是北正乌环所死的 我不会有这惨败 他为什么哭 让下边谋士羞涨一下 你看你们 你们这些饭桶 你们能够出点好处 我至于这样 就是让各位鞭策一下的 虚言思维 所以真正的高水平的领袖 任何时候 别人的情绪能下来 他不能下来 他情绪的变化 必须对战局 对统帅 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否则的话 他不会垂头丧气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你是都没精气神 你要下边怎么办 所以我说 超一流的领袖 他首先要具备这个 然后是 他或者对某项业务很精通 他不一定都通 你像刘邦就说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我不如紫房 我不如张良 你像鸭运良草 后勤补给 我不如萧何 两军阵前打仗 公务不赚 战务不克 我不如韩信 所以你这些人 你都不如你干嘛 但我值得用他扫 所以说一流的领袖 他必有一个强项 而这个强项 往往跟用人 使人 吃人 善人 有关系 然后剩下的 就是大家能服务他 这种人格魅力 这个人格魅力 可以是那种 坚忍不拔的意志 也可以是团结 大家的一种特殊信力 你像西游记里边 你其实孙悟空也好 沙僧也好 猪八戒也好 白龙马也好 都是次要的 真正主要就唐僧 为什么他是领袖 你看遇到困难 孙悟空摔棒的 我回花火山来 周八戒回高老壮 沙僧回流沙河 白龙马也找他爹 西海龙王去 唯独唐僧 你不论什么千难万险 我死还是怎么着 我非要取经不可 就他是真正的 意志力坚定的人 所以你看他 下面这些人 八戒贪财好色 那么这是唐僧要管的 先压制住内心 财色的欲望 沙僧过去又吃人 我干嘛的 趁怒 你要冷静理智 孙悟空为元 白龙马为马 这叫心猿意马 就不能三仙二意 目标要坚定 这也是禅宗的核心精神 所以像唐僧这样领袖 他好在 他本事什么也没有 念经过注 还都是观神菩萨给的 他就是一点 坚定不拔的意志 那么有这一条 你也可以做领袖 而且领袖身上软件 比硬件重要 所以我们说 梅西在这个安庚庭队里 他还不是铁打的领袖 是因为他身上软件的东西 意志品质这个层面 还缺一些东西 所以这一点 我们说梅西是个准领袖 没有到绝对领袖 好在这里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ваш 你 给ي